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几个月来 香港旅客入境数字增加 已达到疫情前的大概六成 但酒店入住率 未有同步提升 究竟原因何在呢 是旅客旅行的消费模式改变 或是商业旅客减少呢 或是酒店店本身人手都不足 有苦难言 有生意都没办法做呢 各位工作 欢迎收看《时事豆豪解》 从年初开始 我也在说服尚 经济服尚 社会服尚 说是一厢情愿 不过做起来有很多具体困难 要面对的 我们的旅游业 大家都关心 其中酒店业有些问题 请嘉宾跟我们谈谈 有什么问题 是主观上的问题 还是客观问题呢 今天我们嘉宾 香港酒店业主联会 谁叫总贡官司 杀英偉 英偉 你好 叫总贡官司 对吗 对 先问一个问题 现在香港最近这几个月的 或者叫二三年开通通关之后 那個入住率是怎樣的 入住率是普遍上升的 不過比較慢一點 如果由年初到最近幾個月 就超過快到八成了 以全年來說 過去四月份會比較好一點 四月份和五月初的時間 差不多最旺的幾天 都試過爆滿 所以看得到通關後 對我的旅遊業的確有幫助 鐵哥,你說有幾天爆發 即是五月黃金周前後 對,五月黃金周的三天 我們特別說三天 因為黃金周的幾天 我們嘗試調配人手 讓我們的房間盡量全開 平時我們有一個困難 因為人手不足影響各行各業 所以我們好像暑假來講 我們是沒有辦法 酒店是可以開盡我們接客量的 具體困難 就像我都提到 是主觀困難還是客觀困難 還是不是 主觀客觀也是那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談 就想說一下入住率先 當然我們先說大的 宏觀整個經濟狀況 是未如我們所想那麼理想的 有些消費也不是那麼暢旺 或者消費的水平是會低 是吧 譬如有些內地的遊客 我聽說 本來我們黃金周是去南極 去冰島 現在不是了,去省內旅遊 它的級數差很多 香港現在酒店爆滿幾天 或者現在入住得高 有七、八成 有沒有這個影響 就是貴價的 或者高級的 銷量沒有那麼好 低的便宜會比較好 有沒有這個現象 其實很兩極化 有一批比較年輕的旅客 他們就自由行 因為旅遊生態變了 自由行他們喜歡 有時候去環街後巷 嘗試一些特別的東西 有時候不一定是最貴的 所以年輕的客人 他們有時候喜歡去買一些 比較便宜的東西 例如說一些精品酒店 是吧 但是不是他們的消費能力 是弱的呢 其實不是的 我們看回內地的數據 年輕的一些旅客 其實他們的消費能力都很強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捨得去買一些電子產品 吃就吃得比較好 所以有兩極化就是這樣 當然剛才你說的 有些旅客他們說可以去南極 其實五一王金周的時候 我也扮過大堂經理 去跟那些旅客聊聊天 我發現他們很多旅客 很想去通關 去很多地方 但為什麼他們會選擇來香港呢 第一 香港其實我們也有很多吸引的內容 但其次其實很有趣 他們跟我們說 不去其他外國的國家城市 就因為覺得環球的氣氛 仍然不穩定 有些簽證還未辦得妥 所以他們說 香港也是他們首選的地方之一 所以這次先來香港 也算是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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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們很有趣 好像剛才說 他們的眼界 以及他們去旅行的地方 其實都很豐富的經驗 所以除了去南極 其實我也問過 如果你不來香港 你去哪裡 有些說去歐洲 去中東 去南美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香港要準備的就是 我們內地的旅客都佔八成左右 現在內地旅客的質素 和他們的要求很高 怎樣我們可以滿足得到一群 其實都去過全世界 沒錯 對 去過全世界 來到香港 我們還有沒有那種服務的質素 服務的水平 可以吸引到他們來後再來呢 這個就是我想 我們旅遊業發展 未來我們要探討的一個內容 這個就是離開了 可能離開了少許酒店業的 不過這個大問題 也要大家關注 好了 說回酒店業 現在有八成 跟以往比 跟疫情前比 香港的酒店 是不是一年365天 都滿還是不是 都是有八成、七成 或者高潮、低潮 香港和全世界的地方都一樣 我們會有旺季和淡季 旅遊的旺季通常是紅日 但是香港有一個優勢 我們比外國有些國家和地區 只靠紅日去支撐住他們的旅遊業 我們的內涵是可以容許我們 例如四月份 四月份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當月有很多的薄冷和展覽 我們可以在不是星期五、六日的時間 我們吸引了很多的商業旅客 來到我們香港 所以為何四月份 我們平均住宿的日子會比較長 客人會比較旺 其實要有賴 我們要搞大型的會議、博覽 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香港也會有很多的大型盛事 剛剛端午節 國際龍舟要請賽這些 以前是籃球 籃球 所以其實我們香港有一個優勢 就是當我們不需要靠紅日的時候 我們就要靠很多的大型盛事 會議來支撐還有旅遊業 旅遊在酒店的顯示 就關乎住久一點 因為住短一點 那是最大的分別 對我們來說是希望 離得香港的也能多住兩晚 好了 現在似乎聽傳媒你們的說法 就是對現在的局面不太滿意 還是希望可以好一點 現在關鍵的問題在哪裡 酒店的房間 我理解 就算經過疫情之後 總的情況 都應該比以前的房間多了 因為我看見 淋淋淋淋 突然間橫街宅裡面 又多了一個精品酒店 一個舖位也可以有一個酒店 應該是多了 所以相對來說 比率 大家都是八成 和以往八成 現在的八成的絕對數 是比以前大 數量上可以這樣說 如果我們回顧 今天我們香港酒店房間 只是說酒店 還不是說賓館 酒店我們有八萬九千間房 未來幾年 其實我們還可以多五、六千間房 但是就算我們現在房間多了 但剛才我所說 我們面對的困難是甚麼呢 人手不足 人手不足的時候 會影響我們服務水平 所以很多我們做酒店的 為了保持我們香港品牌 服務要做到最好 有很多房間我們做不切 我們就不開房間 寧願不開房間 好過做濫了 沒錯 譬如說一個人收拾房間 收拾四間 現在要收拾十間 那就很容易被人投訴 所以不要搞 撇除那樣 如果一個人從收拾四間 到收拾十間 很快就會轉行 到時我們的成果更難搞 沒錯 現在是… 譬如說七、八成的入住率 有客人來了 我們是有生意不做 當然做 盡量開 勉強都… 英文上是marginal 都是盡量用到盡 否則不是 正如你說 手遇那條線質量 特別高級的酒店 可能要強調這件事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有到walk in的話 都盡量去接收 但通常現在今天的旅客 都會預早訂房 而且現在他們去做網上平台 訂房其實也很方便 所以大概每天都可以掌握到 那個房間的需求情況 你說得對 現在我們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我們的房間開不完 當我八萬九間房 如果我們有一兩成 也有萬多間房 我們去到那裡的時候 我們有精品酒店 我們有六星級酒店 其實現在的困難 是任何酒店都有 除此之外也不僅是我們 因為這個服務性行業 有一個惡性循環 我們酒店也算是少林寺 所以有很多名牌店 或者漂亮的餐廳 都會向我們有時候 酒店的員工招手 就是拿人才 所以去到那裡 就會變成什麼呢 我們整個服務性行業 就會有人才 不斷地互相搶 這個影響了我們服務的原因 就是我們如果有一個好的員工 我希望他可以長期在那裡做 保持到服務水平 經常人在那裡不斷轉 其實都會影響 我們長期服務的水平 十個茶屋 九個蓋 大家都在搶 是嗎 那是否可以加工呢 工工我相信 跟工會的朋友 我都經常坐下來 他們說福利好些 我坦白地跟他們說 任何一間酒店 如果其實他的人工 是去到市場 沒有競爭能力 整隊人會帶走 所以在現時我們相信 服務我們是福利上 我們要做好些 但同一時間 我們怎樣減輕 他們的工友的壓力也很重要 所以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 我們都會跟工會合作 看看能不能釋放多點勞動力 帶多點入行 最終其實我跟他們說 如果工友壓力太大 其實轉頭來他們都會離開這個行業 所以… 外面又不是不能找 對 現在真的有很多工 所以我們都在逼不得而底下 都要向政府要求 看看能不能輸入外勞 可以其實減輕到 我們本地勞動力的候選 說到輸入外勞 政府已經宣佈了 但一般市民聽到消息 但實際上真的要操作 申請批准人 簽證 到了 等等 沒有半年都做不到 是嗎 其實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雖然明白 以往我們輸入勞工計劃 政府的平均數 以前我也這麼說 大概五個月左右 但很多時候申請要九個月 當然你要源頭找人 然後又要配對、訓練 然後有些住宿安排 所以一系列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開心是甚麼呢 看到政府也看得到 有二十六個低技術工種 就在以前的負面清單 完全不能申請 現在可以豁免 可以豁免 有了這個豁免之後 但我們就馬上感謝政府 然後邀請他們 跟我們業界簡介 但最快的細節內容 都要到九月才有 明白 所以我們業界也有問 究竟我們現在開始申請 繼續等待五至六個月的情況 還是等待他九月份 有一個新的模式 他說可以縮短到三個月 用甚麼形式去做 不過簡單來說 我們暑假就幫不了手了 好,喝杯茶回來 再談談如何搶法 歡迎繼續收看 《時事大禍解》 我們今天嘉賓是 香港酒店業主聯會 執行總管事 徐英偉 總管事 二十六個工種要輸入外露 我們都做過這個節目 我們都做了功課 其中印象上 主要是運輸、航空和建築界 是,裡面細項都有關的 換床單也寫了 但相對來說 數字會不會跟我們的需求 都有些出入 我們早前 酒店業主聯會 做了一個調查 這一刻 我們酒店應該缺大約九千人 那麼厲害? 對,其實真的很厲害 如果我們缺九千人 我們工種缺甚麼呢? 前台 即是旅客來到就接待 即是接待 接待 我們執房 然後就是我們餐飲部 餐飲部差不多 我們餐飲部 我們餐飲部 全部都不夠 送了二十六項工種 是會幫到一點 因為剛才我說 其實我們飲食業 都是可能要同樣的人 我們去到零售業 都要同樣的人 但是如果我們要找這些人 究竟來源在哪裡? 當然有很多人說在內地 但是我又比較熟悉內地 有時候我們酒店業的朋友 如果我們去到深圳 其實他也很難請人 去到澳門為例 澳門也在珠海 都已經入了很多人 但是今天澳門的情況 他們都未曾有足夠的勞工 令到他們完全開了所有房間 那個接待能力 所以在這裡也要看看 就算鬆了 我們的人才來源是來自哪裡? 國內究竟我們在灣區 近香港一線城市 還是要去到二、三線比較遠 怎樣有一個操作安排? 甚至不是香港 我們要去到東南亞地方 有沒有這些人 可以吸引、安排、招募? 這些其實都需要時間 我們要去整理一下 人才…雞和雞蛋 是我們請齊者的人 是否要準備好 那就問題解決 還是不是 因為其他行業 譬如航空、旅遊巴等等 都不夠人 讓你選擇 是他們那裡人齊了 他們多開一些航班 是重要的 還是我這裡多幾個執訪 是重要的 其實是要同步 不過見到政府 也有些先後置序 最近我們看看 旅客入境數量 如果看回四、五月 每個月大概2.8ml 即280多萬左右 比起高風期 即疫情前 都大概到接近六成左右 六成左右 那麼少了在哪裡呢? 如果我們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旅遊城市 我們也希望多些國際旅客 但因為航空現在人手不足 很多時候 人們會以為 是否本地航空公司請到人 但我又會了解 例如中東、新加坡 那些航空公司請救人 甚至向香港說 我們有些航班 想加多幾個航班來香港 但我們正正是甚麼呢? 因為我們不足夠人 去接飛機 反應不足 即運行李 所以推走了很多航班 真的很可憐 對 實際數字 影响多大 我看過去這幾個月 非內地旅客來港 其實都是兩萬多左右 每天 那裡其實就很傷 如果我們要做旅客以外 我們要做商務 會否因為我們接待不夠人 所以航空的飛機少來了 影響了 所以我剛才所說 就是全部我們都要 但如果他們源頭飛機 接待不了 我們就算準備好 客人都來不了 當然除了空 我們其實也有六路 所以樂見 早前我們跟旅議會那邊多說 我說一小時生活圈是好的 因為我們有了高鐵 但我們不是選客 我們國家有這麼多旅客 每一年去全世界 我們是否應該要加強 例如五小時生活圈的高鐵圈 是那些城市 為何要五小時 坐高鐵可能四、五小時 離得香港 也沒有理由一天來回 沒錯 可以多住幾晚 可以一程多站 相對那些遊客 可能是來香港的次數較少 對 但他們來到就會深度遊 又可以好好感受消費 享受我們香港有的東西 所以樂見 現在他們也會做多一些 比較中長線的推廣 所以我不是說我們短程不做 但我覺得我們要有一個健康的旅遊發展 我們需要短、長距離的旅客 便宜的、貴的、不同年紀的 其實我們也要多做這些宣傳 說回人數 以前說是2018年的時候 聽說當時入境的旅客數 包括商務和遊客 是五、六千萬人 是嗎 按照現在的比率 譬如說過去也有幾百萬 五百多萬人進來 那個數字 雖然我自己不贊成 一定要用過去來做一個標準 做一個Benchmark 一定要達到才叫成功 因為行為、時勢都不同了 但要達到那個數字 是不是很難 我相信今年有困難 剛才我所說 例如航空 我們未曾去到最大接客量 我們會有很多的旅客 其實未能夠來到香港 當然,剛才說到 以往五千多、六千多萬人 其實每一個月 大概有五百多萬的旅客 現在都未曾去到三百 不過我覺得 是否一定要量取勝 絕對不是 我們的旅客來到 最重要的是甚麼 他們會真的享受得到 我們香港有的一些內容 今時今日 我們的市場定位 和旅客的要求 要有深度 意思是甚麼 不是只吃或賣東西就足夠 沒錯 難得我們香港是甚麼 其實有其他的內容 我們要做文化旅遊 我們有新的西九文化區 我們有故宮 這個人開了你的房子 以前做過了 體育其實也有很多 最近我在竹種有些幫助 其實我們很多的大型體育城市 都吸引到很多的旅客來到香港 當然另外一種就是我們的水上旅遊 我們的郊區旅遊 其實以香港一個這樣的大城市 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內容 是很少有的 是 怎麼可以做好宣傳呢 我們其實可以做到 365天不同時間 不同的要求 不同享受的內容 我們都可以避免他們 剛才你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們稱為性價比 一個商務客 例少一個 可能少了一宗生意 那個生意不一定是酒店賺的 是全香港的經濟 可能有一宗生意 那個可能是幾千萬之類的 就會損失 但少了一個深度遊的遊客 住少幾天 多幾天 都是幾萬 十萬元左右的問題 這個比較是很重要的 所以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 現在我們大家都集中 說人數就是內地的多 譬如西方的遊客 有沒有受地緣政治的影響 譬如那些人對中國的一些看法 或者最近剛剛這幾天 美國又說出些什麼警告 就說你會去中國 就會隨時被人拘捕 隨便被人問話之類 有沒有影響呢 我現在感覺在街上 在香港見到西方的遊客 的機會是很少的 絕對有影響 為何我可以這麼確定地說呢 去年我去過新加坡幾次 跟日本這些地方 我跟那邊的朋友聊天 他們對香港的印象是非常差的 為甚麼呢 很多時候就是這些地緣政治 國家他們出口術 差不多就嚇他們的國民 不要來香港 很傷、很影響 所以為何正正也是 我們香港需要真正說好的故事 當然過去辦很多大人的姓氏 會議其實有幫助 因為有很多這些海外的朋友 其實他們來過香港 親身體會過 他們會知道 究竟香港真正的一面是甚麼 但是你剛才說得對 因為這些地緣政治 他們出口術 去嚇他們的國民 對我們香港的經濟發展 旅遊發展的傷害是非常之大 是 又說回本日陳佩 就說回這個輸入外奴 剛才說的數字 另外擔心就是 飲茶前你提到 看來暑假就趕不及了 最快最快 政府現在開了快車 都要九月份 才可以給我們一些細節 然後才進入申請程序 這樣的話 眼前浪費了暑假的高潮 怎麼看呢 對我們來說也挺傷的 剛才就說全世界都開始復償了 內地的朋友經常跟我們說 我也問過他們 通關之後 他們復償到百分之幾多呢 有很多就已經百分之百了 對我們來說 我們有罪地去做 其實也好 因為確保我們的事情做得妥當 但是在我們慢了的時候 我們的損失有多大 我會很擔心 因為當同一時間大家復償 周邊的國家、地區 包括內地的城市 大家都在搶客 誰可以先搶 誰可以先感受 對於我們中長線的發展 是會有影響 生意被人拿走了 是否這麼容易拿回來 有時候未必 樂見 國家和政府 都會用一些新的國家 地區來發展 其中一個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中東 中東他們一些比較高質素 願意做投資 或者我們早前經常說 開一些家庭公司 那裡是一個其中 可以吸納到一些投資的 但是怎樣把這些好的例子 我們去找回以前的一些大的市場 東盟 我們去到北美 其他的大城市 這個我們都不能夠放棄 不過有一個開心的觀察 就是當我過去那一年 我去很多不同國家地區 去見朋友 跟商界聊天的時候 他們都跟我說了一點 中國的市場實在太大 讓他們完全放棄 無可抗拒 無可抗拒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我們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只不過我們要好好做好接待 讓他們親身來到香港 看到國家的發展 灣區的機遇 而真的可以做得到生意 其實這些就是最好的代言人 董伯伯當年說的那句 大家說他很老土的說話 就是國家好 香港就好 這個其實是真的 無論是眼前的旅遊人數 整體整個旅遊局面 經濟 都是跟中國內的發展很有關係 絕對的 而且我覺得香港仍然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當我們說灣區一程多站 提升我們文化體育旅遊的發展 我們是在這裡做了示範點 因為始終我們最近留意得到 內地都很想在我們香港 找多些有經驗的管理人才進去 為什麼呢 就是要接待全世界 要辦大型的盛事與活動 我們香港有的經驗 是不可取提的 如何利用這一股經驗和專業 可以幫助國家去提升呢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我很著重 就是我們作為旅遊 我們開始通關了 我們要保持服務水平 而且質素是這麼重要的 就是因為我們做得有多好 其實是有助我們國家發展的 所以我們早前提出一些建議的時候 除了釋放本地勞動力 如何我們能否加強 我們灣區的人才培訓 讓可能國家 現在我們好像有每年一千多萬的畢業生 找不到工作 但我們香港又不夠人 這方面我們可否有些新遊 另外,好好善用科技 可以減輕人的需求 又可以提升質素 很多都是我們早前 在聯會提供政府的建議 時間多了 謝謝徐英偉跟我們聊天 謝謝 時事大播解,下回分解 戶口